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食道 因為在氣管後面的食道通常是這樣躲在這裏 這裏就在豬的正前方看上去 我將connective tissue 連接組織 結體組織 所以就可以看這條食道 肌肉造的管 Oesophagus 它都是貫穿胸腔和橫甲膜去到雲部的部分 我做解剖之前 逐一部分講一講 接著先剪爛它 否則剪爛它 破壞了就不能回頭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這是Lalax 第一塊的喉骨 如果看得清楚一點 就應該看到腥帶 豬叫叫叫叫叫叫 這塊喉骨 這塊喉骨的氣管 忍若你都看得到 看到嗎 有些軟骨在這裏 有軟骨的格格 問同學軟骨是做什麼的呢 一條管不行嗎 為什麼有軟骨呢 在位置 按下去你會發現有彈性的 有彈性 這個Trachea純粹是用來 Prevent Trachea from Collapse during Inhalation 一吸氣的時候 我當這條是飲管 但如果沒有東西支撐著它 很容易 Collapse 即是塔嵌 因為我們吸氣的機制 豬也是啦 人就是這樣 就是靠負壓的 在肺部裏面 在胸腔造成一個負壓 就是漲大的胸腔 裡面的壓力就低於外面 外面的空氣就會這樣走進去 但附近有個不好處 就是它會令管道塔嵌 塔嵌就很不行 但你吸氣反而接近了 就吸不到氣 所以天生出來 我們有一些Cartilage 這些軟骨在這裏 但留意 這些軟骨是C-shape的 即是它不是這樣橫撞的 它是這樣的 如果拔一塊是這樣的 拔一塊是這樣的 OK 那等一下我會剪一塊出來 給你們看一下 這裏就是缺口所在 那有些人問 為什麼不是Ring Ring的support比較好一點 原來我們的身體設計得很好 你留意到 我們的器官後面的食度 食度其實很狹窄 如果豬大力吞一塊東西下去 食度就會漲大 如果前臂Ring shape的Cartilage 就會頂住魚動 不讓它走 所以留有缺口 讓食度漲大的時候 就容易一點 繼續將食物 一路靠魚動 落到圍部 這裏 這裏就是食度的入口 可以探進去 看到嗎 這是食度來的 可以 入口的檔 可惜這裡被豬肉檔的老闆弄爛了 看到嗎 但無論如何 我看得到 食度 就是這樣 將食物一路探進去 我示範魚動給你們看 好嗎 這個入口位 看到 就在喉屈後面這個位置 這個如果在我們學的圖上 這個叫做 Yen 是嗎 就是一個交匯點 就是我們 氣管的入口 這裡 氣管入口 以及食物的入口 OK 不如我示範魚動給大家看 待會我會剪掉 這個Oesophagus 這個食度 好嗎 純粹看回呼吸系統 我抽了一個 這個 這個食度 出來 我暫時 既然豬肉檔老闆 送了食度 給我們 那就不要浪費 就不只是看呼吸的機制 我看看這個 這裡 我放下食物 那 既然這個缺口 我就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食度 就是豬 吞了一塊食物 看到嗎 魚動善騰的意思 魚動 就是在食物後面 那些環機收縮 一路 環機收縮 前面 食物前面的環機放鬆 那就不要頂著它了 一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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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動放鬆 魚動 魚動 都好似的 一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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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食物後方 環機收縮 那個殖民機放鬆 就是好像這樣 一渣渣下去 那食物就是向著胃部方向進發 這個食物 這個食物 看到嗎 一路去路去路去路 這個食物 這個食物 大家看到是波子 來的 要去到目的地 比如這個是胃部 讓大家看看食道環前面 其實是一塊肌肉 一塊肌肉 看到嗎 有肌肉 有環肌 有所謂Circular Muscle 和Longitudinal Muscle 交替收縮 即是有節拍的 交替收縮 就是魚動的動作 Peristosis 看到嗎 Peristosis 有四大功能 我現在只是在示範中 Move the foot along the Alimentary Canal 就是Biperistosis 去到位置 出來了 魚動 看到嗎 魚動 出來了 好了 第二粒食物 魚動 就出來了 這個就是示範了魚動 給大家看 所以去到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 這麼漂亮的食道 我們就要remove了它 好 這條血管 血管我們都不愛 唯一欣賞一下 這條大動物 看到管壁嗎 是很elastic的 是沒有太多 沒有太多 因為它不用做 血管收縮 這麼大的動物 這麼近 心臟血壓那麼高 純粹 夠elastic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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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夠了 我們在說 Vasal constriction Dilation 這個概念 就不在這麼大的動物 發生的 它就是 Arcterial 即是 最接近器官 入口位的小動物 就可以分配 就是靠 Vasal dilation constriction 分配血液 這個就看完了 這個 我不管 免費時間剪 我們看這個 這個就是 Trakia 氣管 是吧 空氣 一邊下 這裏 就是 支氣管 因為我們有 左右兩邊肺部 只有一條氣管 但是支氣管 就要分配空氣 給左右兩邊 所以很順理成章 這裏就有兩個 支氣管 進去再分 小支氣管 再細分 就去到 那個 氣泡 即是肺泡 兩邊就有 很大量的肺泡 很微細 加上來的 總面積相當大 做氣體交換 所以我按下去 基本上 肺部 就改變 因為裏面有很多 洞洞 洞洞 洞洞洞 AIRSEX 也不是肌肉 純粹 它就接受外來 進來的空氣 在肺泡表面 做氣體交換 再欣賞其他 例如這些 看到肺 的組織 不是直接 我現在碰得到 它外面 應該有股膜 記不記得 Plural Membrane 那股膜 就是把 Lung Tissue 和外面 Ribs 隔開 我們有幾層 Plural Membrane 記不記得 兩層 兩層 中間有空間 中間那些 就是Plural Fluid 有液體 你才可以減少摩擦力 你知道 我們乘世人 或者乘世人 乘世豬 它的肺部 吸氣 呼氣 漲很多次 縮很多次 如果外面有肋骨 就摩擦很多次 要直接碰到 Lung Tissue 就很容易磨損 所以我們設計 很巧妙 身體 常常動的 器官 通常有膜包著 保護它 肺部就是這個 例子 現在我試一下 剪一塊 如果你說它是 Stone G Tissue 即是海綿狀 有很多孔 那應該會浮水 而且我按下去 應該有很多氣泡 走出來 看看是否 我想示範一下 將空氣 浸入肺部的肺部 的時候 肺部的肺部 是怎樣的 OK 我不會用口吹它 我會用單車泵 單車泵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將這條喉 插入氣管 那裡 因為我想浸脹 它 肺部吸氣的時候 的樣子是怎樣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嗎 OK 再下來 留意 我現在如果將這條喉 這樣壓入肺部 跟我們實際 吸氣的時候 機制是完全不同的 兩回事 我先拔起這條血管 這樣試一下 如果我在這裏 用單車拔 加一些壓力 這樣壓下去 這個是靜壓 Positive pressure 因為是高過大氣壓力 把空氣 這樣拔進去 Falls into the lung 那Lung就會 漲到inflated 但我們實際 我們日常吸氣空氣 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靠負壓去玩的 即是在空腔裏面 製造一個負的壓力 靠空腔漲大 什麼叫負壓呢 很多人誤會了 負壓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那個壓力 是低於大氣壓力 這樣便提起負壓 但現在我相反 我就是 加高於大氣壓力 將這些壓力 硬撞進去 但無論我將示範 只是肺部會怎麼漲 看看 做肺部的醬 然後呢 進去 我現在想正答 我現在是正答的玩家 讓他讓他看一個肺障的時候 我這樣便會 出發 真實呼吸那時候的肺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可能有些穿了洞 或者其他東西都不一樣 總之看到它漲 你就相信 那氣走進去的時候 走到兩邊的肺那裏 那就令它漲了 看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不行 它很遠離我們那個小支氣管 但是它會漲的 就是說我們那個 在肺裡面的小支氣管 小支氣管的分貝 其實是很細分的 去到很遠的進行 都會收到那些氣體 如果有肺泡在那裏 就是氣體交不中 還沒進去 OK 放回這個就出來了 不行 OK 好 我就切開幾樣東西給大家看 那第一樣東西 我就弄開一個氣管 給大家看一下 那給大家欣賞一下 裡面的一個C-shaped cartilage 來 剪一塊出來 大家看到軟骨 看到有缺口嗎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不是一個C字形狀來的 我試試拔一塊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嗎 好嗎 解剖最重要是耐性 你看 有些組織不能讓人 一粗心大意就會弄爛 好嗎 好 有一個C-shaped cartilage 這裏不是我弄爛的 是留一個缺口 在這裏 向著這裏 就是食度 食度一漲 比胸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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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是C-shaped 總之缺口向著的位置 就是頸胸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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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軟骨胸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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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是有很多血道的 看到那些氣管的分支嗎? 直接看到 還有一些軟骨在這裡 但是再細分下去就沒有軟骨 大家猜猜一下 我浸在這杯水裡會怎樣 如果它真的是風池 如果裡面有很多氣泡在這裡的話 肺泡在這裡的話 有很多空間的 應該會浮水的 對不對? 你會看到它會浮水的 還有如果我在這裡按它 你待會按它 它應該會看到很多氣泡走出來 看到嗎? 很多空氣走出來 再來 好 這個可能不太新鮮 不過你也看到氣泡走出來 裡面有空間融立很多空氣在這裡 好 好 最後就是 讓我們看看 這裡 都是 有很多氣管 有很多小脂氣管 OK 那一層膜 Puromembrane 就是在外面的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看到蒙蒙的這個位置嗎? OK 這一層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隔開肺葉組織和 那些Ribs 又好奇心 我們 既然它要解剖到最後 我們看看 支氣管 那些 軟骨 是怎樣的 大家要記住 我們解剖是要有次序的 因為有些東西破壞了 就不能走回頭 你看到 圓骨 在這裡 然後圓整 Ring shape 這個Ring shape 就是戴戒指 看到 它沒有缺口 所以 Trakir的卡尼 還有我們的氣管 Trakir很不一樣 它是Ring shape 完整一個圓形 OK 這個 這個 朱暉戒指 看到 OK 好 朱暉其實很便宜 我想十幾二十元 你可以自己買 回家 自己湯也可以 可以嗎? 接著有Simon做的 那你就 根據今天我說的 看完之後 自己完成 阿Simon 交給我 好